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新手零基础也能飞的一个机器 它前方搭载的是一个二分之一寸的一个传感器 可以拍摄1200万的一个实时像素 带前臂站 后臂站 下次绝臂站 还有一个补光灯 红外传感器 电机搭载的是无刷电机 最高可看六级风 咱们打开的是个折电机闭 单电续航是34分钟 操作也是非常简单 咱们点这个起飞的按钮 手按了它 咱们飞机就起飞了 它会飞到一定的高度 远连在空中 左手来控制它的上升 下降 左旋转 右旋转 右手控制它的前进 后退 是吧 我们现在后半它有人它感知到它不退的 往左边走 往右边走 那我们飞高一点 我们再看它的一个相机啊 相机可以上下90度的一个调节 还带一个4倍的数码变焦功能 我们要下降呢 也是非常简单啊 左手把油门刚拉到底 直到我们的飞机螺旋桨停止转动 咱们的飞机就是稳稳这样的下降成功了 你学会了没有 没有 谢谢观看